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长交接代理事长李孟燕出席官吏并颁发理监视当选证书。李孟燕认为民间外交能做到政府做不到的新任会长甘基勇也说,未来会加强与国际其他分会交流,协助政府拓展民间外交。 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PTPI China Chapter今年由第35届协任会长雷伟仁交接给第36届新任会长甘基勇创会会员,1994年会长郑清泉代表尖交会长应姓。 李孟燕表示,PTPI在全世界135个国家有分会,在台湾目前只有台南与台北两个城市有相关组织,代表台南相亲对于促进其推广国民外交非常热心。 他提到日前出访日本时,特别感受到许多外交工作以国家政府层级来做较困难,用城市层级反而可以做到。 这次在日本有城市的市长与市府员工举着中华民国国旗与日本国旗在门口迎接,甚至在欢迎晚会桌上插上我国国旗。 欢迎甚至公开称呼我国国民,令人印象深刻。 李孟燕说,有些城市外交无法达成的部分,民间外交团体是曾以做到的。 他称许外交协会台南市会与韩国卫山,蒙古乌兰巴托已经有非常深厚友谊,期盼在民间根深蒂固的情义基础上,协会能与政府通力合作,让台南台湾再走出去。 虽然台湾在国际外交空间受到打压,他相信民间力量是无穷能够突破政府兼外交的限制。